我那天看见还有一个大学教授 就研究这个笑点的变迁 说最早像您那个时候 春晚上那个还有讽刺性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你包括那个马基老师 那个宇宙牌详言 是吧等等 他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但是到后来慢慢变成 你比如说到当代呢 开始自嘲自己 自嘲自己呢 实际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 怎么说呢 自贬 消解 贬低贬低 或者获得一种 伤害 现在很多脱口秀就是从这开始 就从伤害 就是从自我贬低开始 也是消解他的生存焦虑啊 他的精神压力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从这里发现消解 自贬有两种 一种是他诚心的 你比如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背景什么很好 然后他上来自贬 那很多人就很高兴 还有一种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那是一个丑 然后他出来这个 就是展现自己那份丑 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刚才说小视频吗 小视频有一特大的好处 只要你有本事 这东西一定让你窜出来 对吧 过去这人可能在山沟的干什么 这辈子就把这人才给埋没了 那么这埋没这个是两类 一类是艺术表达 不管是唱歌跳舞干什么的 还有一类呢 是手艺的表达 我有时候特别爱看 有些人手艺 比如破那竹子 把那竹子撲得个头发丝似的 我也看了 变那篓子 对 那也是一个本事 所以今天小视频的这个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前面这几年 未来再有几年 是个小视频时代 这个小视频时代 最大的好处就是利用人手 一部的手机 让全中国人民的 有能力的人都往前窜 过去真不成 其实是把生活里那些 有意思的东西 让大家全看见了 就我们拍纪录片就是这样 实际就是看嘛 就是看 你 我们只能拍很局限的东西 但是那一到民间 全有手机了 什么都有 他所有的有意思的细节 他就全能看见了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规律吗 有规律啊 有什么规律的 刚才马爷说的那个 为什么那人披竹子 就看着这么高兴 因为他是高手啊 那个高手 其实你对他是仰视的 他跟这个笑 是俯视 正好相反 就是那种仰视 会让你觉得特爽 就是喜欢看 你看有些那个 吃面条的 哗 吃一桌席的 对 吃播嘛 吃播 也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虐 首先是自虐 然后给别人带来优越 也是那是低姿态 然后优越 对 不是因为现在有些 反正文化学者 往往就会说 说互联网啊 就带来这种 这个叫低智化 就觉得智力带低 就什么都乐呀 甚至就说 现在人们表达 你比如发背信啊 你要写一个哈哈 对方会觉得 你没那么 是个应酬 这不是真的被逗乐 您要真表示 你被逗乐了 一般都得写一串 写十几个 那才表示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强度啊 或者说这个笑点啊 这个麻木性啊 是不是在增强 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这个笑点呢 就是每个人的点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陈老师 这戏台 这戏台就是 我其实跟马爷 有点像 就是看这片子 我就觉得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这种心态 我不怎么特别老笑 就是 对 我也不太容易笑 不太容易笑 笑点高 不太容易笑 我是替他担心 我怕他不能让我笑 对 就是有这种心态 一定有这种讨厌的观众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再有一个点 就笑的不行了 就是 其实那个笑点 就是个讽刺 一个讽刺的点 一个大讽刺的点 所以刚才马爷说 讽刺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他讽刺 特别准的时候 我的笑点是最强的 就是说 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是一血外行 就是这个点 我笑的不行 就让一卖包子的 去唱出去 有点关公战琴琼 就是 其实呢 这里是有杯的成分的 对 这个 他并不是一个搞笑的点 他为什么在下面的 我这种观众 就笑的都不行了 因为我天天就跟这外行 就是交劲 又共鸣了 就是交劲 然后我巴不得 我这生活里有一七叔 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不能拍片子呀 咱这项目就得他 所以我一到那个点 我就笑的都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 巨大的讽刺 所以也是帮你卸了私愤 就是 就是他 他是一讽刺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我们看到的是 演员很痛苦的一面 对 但是他 角色很痛苦 他让我笑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就是讽刺的这种点 就是比如说 您一定也对外行 特别有感受 您才会讽刺这事 没有 没有 设计时候 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 因为他痛苦 因为这个角色痛苦的 不行不行的 这个角色被外行折磨的 非常痛苦 首先一个 这个人物 我们就要考虑 他首先是有残缺在里头 那人脑袋一根筋 一根筋 特轴 特轴 他特轴的一人碰成这事 他拐步拐弯的 他痛苦 就 观众就乐 您发现没有 咱们聊的是社会人生 他聊的就是技术原理 就是技术 就是我 你知道 这我让想起挺有意思 我就发现这个画家之间互相夸呀 我那天听见了一回 我觉得他太会夸了 就一个画家到另一个画家画师 一看 就是哎呦 我们画的那都是题材 您画的是原理呀 但我觉得这画里边很有深意 也有深意 就像你一边 说话写作的 有的你关心的是提成半天 是骂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敬佩您 就是哎 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挺喜欢陈老师这一路 就是我觉得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就咱们就琢磨的 往往你看一个专业 一个木匠 你坐桌子坐椅子 是客户的要求 对 我琢磨的 对 就他就这个 你比如说你 您说这系里 我就看到一个 明显就是排练 排练出来的 我喜欢看到天地万物啊 有奥秘 有规律 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挺放荡的那女的 是吧 你比如说啊 她在她在舞台上 就是说 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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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一定是这么写的 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是他们排出来的 就是觉得这样乐 对 走了啊 走了啊 然后走到台口的时候 啊 再来一下 你为什么再来这一下 再来这一下 它就乐 乐 对 我就能领略到您说的 这就是训导观众 他又是在我们这整个戏的开场前不久 这就叫训导观众 让他习惯知道在哪个韵律里头 这儿到这儿 乐 哦 一个节奏踩上点了 踩上点了 你得让他踩这个点 让他熟悉这个点 哦 相声也是这么 一模一样 一样 节奏特重要 观众呢 被带进去 被这个节奏带进去 他并不知道他踩中这点了 对 这个节奏的掌握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他得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对 万一错半步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去调整把他拽回来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你不上台的人是绝对不知道的 你按照本子 你比如同样一个相声 本子是一样的 两人上去说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对陈老师这来说 不存在什么是带类的笑 是高级低级 他不是考虑这个问题 不考虑 他是觉得搞笑的东西里边有个规律 规律性的东西 你只要逮着这个 对 我们生活中人人要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也能让人乐 一样 一样 为什么你比如说 我觉得有时候有这种现象 一个周星驰是天才 但是后起的 当这个无厘头未然成风之后 怎么就会看到很多 就是这个越闹越烂 越闹越烂 因为他容易 他容易这么做 他不按照剧本的情节去走 他不在情节里去生花 而是在节外生枝的去生花 他容易 他更能够使更多的人吃上喜剧这碗饭 不客气的说 他门槛放低 于是就一大批人能够迅速的就涌进来 对 对 感谢观看